謝謝主席 不好意思 是不是可以麻煩請院長 法律所所長 還有制裁計轉處 楊富亮處長 院長你好 首先謝謝院長 在家裡有難的時候 願意提早回來幫忙 那我個人是從中央研究院出來的 那在前兩天有機會跟院長交換意見的時候 我曾經說過 我在中央院的日子裡面 我看到的是非常多晉晉夜夜的研究人員 那希望在他們自己的研究上 在他們的專業上突飛猛進 去年我雖然因為 有很多考慮 所以我離開中央院 但是我對那塊地方 那裡面的人 我有非常濃厚的感情 那我覺得中央院我在院裡面 發生過很多事情 我覺得院裡面制度的建立 是一切的保障 就是說當你有一個正常的制度的時候 透過那個制度去運作 可以讓好的事情繼續延續 那裡面即使出現了有一些不幸的事情 我們也可以藉由那個體制 好的話可以事先預防 壞的話可以事後就錯 那院長您今天可以是昨天才上任 今天第一天到立法院來 那有很多業務 我相信您需要時間去了解 那我也相信 院裡面的很多同仁 很多同事 乃至於台灣社會各界 都願意給院長時間 但是院長您的責任 非常非常的重大 那接下來在院裡面 很多制度推行改革 我今天在中央院所提出來的 書院報告也看到了 那分別就民主的治理 法規的盤整 有成立一些專案小組 那專案小組裡面 都有一些令人敬重的研究人員 我給院長的期許 是說院長未來以後在院內 多查查啞言 對於您在院內推動改革 能夠贏得研究人員的支持 覺得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 好 那個院長您先回座 您先請坐 沒有關係 來 處長 上一次我在這邊質詢的時候 我針對你在4月15號 開的記者會所講的話 我一路追問下去 我說之前對社會各界懷疑的 這個東西到底是歷史還是列舉 你站在這邊 跟我斬釘截鐵的 說是列舉 列舉 這個是你說的話 我從立法院公報調出來的 我那時候我就跟你講 我覺得很奇怪 列舉 結果我漏掉這麼多藍色的部分 中原院裡面是沒有人嗎 會去訂這樣子表出來 竟然還是列舉 所以我後來正式發函 請中原院表示意見 說當初的那個表 立愛揭露表 到底是歷史還是列舉 包括秘書處 包括法律所 回來的答案 全部都是歷史 你改變了你的看法沒有 報告委員 我們的確是我們對歷史跟列舉 這樣的法律用語 我們沒有非常清楚的了解 所以你當初在委員會這樣回答 是因為你不了解才這樣回答 是嗎 是我對法律用語沒有了解 我再提醒你一次喔 在立法院裡面 只要有人敢說謊 我一定追究到底 我不跟你開玩笑 我再問你一次 你那天在立法院這樣回答 是因為你不了解 所以說錯嗎 是不是 是 我對歷史跟列舉的 這個法律定義 沒有非常的了解 所以你那天才在立法院回答錯誤嘛 是不是 是 好 在那一天立法院開會之前 你有沒有召集過內部的會議 針對這個表 到底是立法還是列舉 在院內召集會議去討論 有沒有 報告委員 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講過這樣子的 沒有 我再提醒你一次喔 你在這邊講的話要負責任 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去想到 立法跟列舉這兩個字 從來沒有嘛 是 好 我們只有一文解釋 今天大家之前在講的法律顧問 其中有一個正信的別式 你們在書面報告也有提嘛 是 你有沒有 在針對翁院長的事件 在院內 內部召開會議的時候 包括了檢驗秘書 包括了李律的律師都參與 是 有沒有這個會存在 有 有 有 在那個會上 有沒有討論到這個是立法還是列舉 我印象是沒有 你印象是沒有 是 我告訴你啊 我現在直接的告訴你啊 我得到的消息是 那天開的那個會 包括簽證的律書 包括李律的律師 都說 這個是 不是律師 不是列舉 這個是律師 不是列舉 那天有開那個會的人 告訴我的 結果是你獨牌眾議 說這個是列舉 大家還勸你 這樣子阿吼 可能會阿不過去 這樣子講出去丟中原院的臉 你現在還否認這個會議存在 沒有 我沒有否認這個會議存在 包括委員 只是說那個會議上面開了什麼會 你搞不清楚是不是 報告委員 我其實一直在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在講 因為我們不是這方面的專才 我們只是看到上面那個 有寫的換為兩個字 沒有 你是這方面的專才 你在立法院答錯 我可以接受 但是你說好我沒有辦法接受 當然一定 是 我也不能接受 所以你否認有那個會議存在嗎 沒有 我沒有否認會議存在 會議當然存在 那會議曾經討論這件事情 你忘記了是不是 沒有關係阿 以後中原院都會來立法院阿 我如果今天敢講 沒有確切的證據我不會講出來 我到時候人直接調來立法院論 所以你今天最好自己講清楚會比較好 有那個會嘛 會上有沒有討論這件事 絕對有 會上討論這件事情的結論是什麼 我已經沒有印象說 是不是用立式列舉這種字 只是說它是不是一個限定這些 也就是說我們 我們最在乎的是 對填表人看這個表 他的看法是什麼 所以我們才會說 這個會不會有誤導填表人的嫌疑 所以這個最重要的 因為我要面對的是 我們中原院填表人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那在我們到現在還是看到 這上面寫的 它就是寫一個範圍 那包括這12種 它完全沒有寫到點點點 等等的這些字眼 所以我非常的不好意思 我只能一文解義 那看到的 我的認知是這樣子 你的認知是在委員會的認知 我已經跟你講了嘛 前面你也沒有開這個會 你跟我說在立法院突然遇到這個問題 你不懂我可以接受 前面開了這個會了 人家還這樣跟你講了 結果你到立法院 你還來跟我講這樣子的話 後來被你們自己的秘書處 跟法律所打臉 沒關係時間快到了 第二個問題 是 瑞亞生計 記轉備忘錄 當初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大家的焦點放在 所以我帶去看實驗室等等等等 是 還有具體的問你 中原院跟瑞亞的記轉契約 後來怎麼樣了 記轉契約它有個一年的期限 然後呢 那在記轉契約期限截止之前 兩天 那我們有另外簽這個一個 結束的一個公文 是結束還是把它轉讓給別人 轉讓給別人 轉讓給誰 浩鼎 你們自己上了一個簽 把瑞亞的東西轉讓給浩鼎 是 有沒有重新辦公告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這樣私箱授授嗎 因為他還在他的 有效期限的一年內 請法律所所長 請法律所所長 上面的老闆大家都知道 是同一個人 從利益迴避的角度 從公務機關在辦記轉的時候 公正公開的程序 雖然我知道你這個案子 你完全沒參與 但是我今天為什麼要在委員會 講這件事情出來 有很多事情下面的行政人員亂搞 搞到讓中原院的整個信譽掃地 沒有按照規矩去辦事 所以你覺得可以這樣做嗎 應該是不行 好來 再請處長 誰允許你們這樣做的 誰允許你們這樣做的 報告委員 我當時的確是 沒有對這個事情 有更深入的去思考 有不同的地方 好 你沒有更深入的思考 我再進一步問你 當初基層的法務人員 有沒有簽註意見提醒你 說這件事情不能這樣幹 這件事情如果這樣子幹的話 會出亂子 是 報告委員 他簽出來的事情是寫說 我們本來是寫說 好 沒有關係 你承認有簽出來嘛 請中原院 把當初法務人員簽出來 給處長的意見提供出來 因為你剛剛跟我講的事情是 你現在又裝無辜 說你都不知道 然後說 你不是很清楚 然後 但是我現在提醒你喔 基層法務人員已經告訴你了 不能這樣幹 你還是一意孤行 沒有關係 最後一個問題 現在主席站起來了 拜託主席再給我一分鐘就好了 所有牽涉到 接下來瑞亞轉給浩鼎以後 是 相關的利益人員 利害揭露表是幾月幾號簽的 是在我們要給浩鼎之前 那我們就會簽 就會請所有相關人員 好 4月 4月23號 是 你們才從貝亞那邊 接到信 說要轉讓給浩鼎 你們利害揭露表 4月11號就簽啦 你們有通篇的本領啦 還沒有收到正式的信以前 就在簽利害揭露表啦 報告委員 是不是之前大家台面下都喬好了 是 一定是 之前大家台面下都喬好 一定是這樣子做 剛剛我有沒有聽錯 報告委員 我們一個計轉案一定會多先把它談好 是 那都沒有問題我們才在 沒有關係喔 我給中研院時間 是 我給中研院時間 這些事情我相信院長 法律所所長都不一樣 針對 配亞 轉給浩鼎的這個過程 有沒有違反中研院的內規 該怎麼懲處 院長請 時間控制 好好好 最後30秒 院長可不可以承認 可不可以承諾成立一個調查小組 把這件事情調查清楚 好 我們照這樣做 可以喔 好 謝謝院長